现在为了要让全民打疫苗 那么云林县府就考量到有一些人 因为工作的关系 他没有办法去诊所 就特地媒合了 辖内有合作的医疗机构 推出了企业外展的接种服务 只要企业申请满了100人 民众就可以直接在厂区里来施打疫苗 民众在接种站 大派长龙准备施打疫苗 现场有医生评估 确认是要施打A例或者是BNT疫苗 接着再打针 标准打疫苗SOP统统做一次 打疫苗地点不是在一般的活动中心 也不是在医院 而是在云林的工业区 在工厂附近就可以直接打疫苗咯 不用多跑一趟 让在这里工作的民众直呼很贴心 时间都是平常 那我们要上班加班 所以就是再来平常 在工业区的民众 有些因为工作忙碌因素 或者是排班轮班的关系 无法找到合适的时间 去打疫苗 因此厂商很担心 员工们没有疫苗的保护力 会很容易造成群聚感染 在厂商们其力反应下 县府听到新声 特地美和侠内有合作的医疗机构 推出企业外展接种服务 今天上午就来到 斗六科技工业区 预计施打560剂的疫苗 在职就业的这些 本级的员工还有外级的移工 能够更普遍的话 县府说只要企业集团 招满一百人以上就可以申请 县府会协助帮忙找合适的医疗机构 这接种站帮助因工作忙碌的民众 打疫苗也增加疫苗覆盖率 华新闻领声张一关吴建宏 有您报道